欢迎来到我们中国简报火拍板 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条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是菲律宾向联合国申请确认其在南海的广阔大陆家主权 这一举动可能会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 菲律宾希望通过这一申请获得对该海域资源的独占权 这一动作可能会激发其他国家通过联合国程序来确定海洋权利 进一步推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来看科技领域的重大消息 华为的Harmony OS已经超越苹果的iOS成为中国第二大手机操作系统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 Harmony OS在今年第一季度占据了17%的市场份额 而iOS则略微落后 占16% 这标志着华为在本地化供应链方面的努力 取得了显著成效 最后我们来关注英国皇室的最新动态 威廉王子最近在法国的D-Day纪念活动中 展现出他在全球舞台上的新角色 这也为未来查尔斯三世的统治奠定了基调 与此 同时凯瑟琳王妃宣布他的癌症治疗进展良好 并计划在夏季参加一系列公开活动 这标志着皇室高级成员的全面回归公共生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菲律宾请求联合国确认其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广阔大陆架 菲律宾外交部表示 这一举动旨在拒绝中国对该地区的广泛领土主张 菲律宾政府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提交了有关其在南中国海西部巴拉旺省外大陆架范围的信息 这是经过十多年科学研究的结果 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马歇尔·路伊斯·阿尔菲雷斯表示 水下大陆架和从菲律宾群岛延伸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的最大范围的地图 蕴藏着巨大的潜在资源 将汇集菲律宾及其子孙后代 根据1982年联合国公约 沿海国家可以在其大陆架上独家开发资源 菲律宾的大陆架可能与其他南中国海沿海国家的大陆架重叠 菲律宾官员比尔斯是愿意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谈判解决这些问题 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安东尼奥·拉格达·梅奥称 这一举动可以重振各国展示其追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程序的准备 并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近年来,南中国海的敌对和紧张局势 特别是中非之间的冲突日益升级 菲律宾在2016年通过国际中医财胜诉 但中国拒绝参与中裁并继续无视裁决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中国警告菲律宾在有争议的撒宾纳礁附近的危险行为 并表示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据《环球时报》报道 菲律宾海警周五派遣船只前往撒宾纳礁 中国海警对此采取了限制措施 撒宾纳礁是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中国称其为西安冰礁 而菲律宾称其为埃斯科达礁 北京、马尼拉、台北和河内都对该岛提出了主权要求 并频繁发生对峙 中国海警警告菲律宾船只 并重申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属水域的无可争议的主权 事件发生前一天中国颁布了一项新规定 授权海警在南中国海逮捕外 国公民长达60天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表示 中国在南沙群岛 包括萨比纳礁和仁爱礁 执行法律是合法合理的 菲律宾军方领导人罗密欧布劳纳 呼吁渔民继续在南中国海的专属经济区捕鱼 并表示菲律宾有权开发该地区的资源 菲律宾反对党和渔业团体 在北京领事馆外抗议中国的行为 反对党团体巴叶木纳秘书长蒙·帕拉蒂诺称 中国才是非法入侵者 菲律宾渔民和人民将无视中国的命令 《卫报》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作者对优雅死亡的看法 揭示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作者描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因飞气肿而经历的痛苦死亡过程 这让她深刻认识到现有的姑息治疗 不足以减轻病人的痛苦 她的兄弟大卫在患上中末期骨癌后 也渴望结束生命 但只能在痛苦中度过最后的几周 作者认为应该允许那些在生命尽头受尽折磨的人选择安乐死 她提到许多国家已经实施了辅助死亡的法律 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滑坡效应 她呼吁立法使辅助死亡合法化 以便在自己健康时能够有选择的权利 南华早报报道 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在2023年第一季度超越苹果iOS 成为中国第二大移动操作系统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 鸿蒙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达到了17% 而苹果的iOS则为16% 华为通过推出Made60系列5G手机 成功提升了鸿蒙的市场份额 尽管安卓系统仍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但鸿蒙的增长显示了华为 在面对美国技术制裁时的战略成功 华为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 推出不再支持安卓应用的鸿蒙Next版本 并希望借此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华为的强劲表现 主要归功于其5G手机的受欢迎程度和平 另一篇《南华早报》的文章 探讨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的有效性 尽管投资者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投入了巨额资金 但ESG投资却遭遇了反弹 根据巴克莱的研究 2024年已有金额400亿美元 从ESG股票基金撤出 ESG被批评为一种模糊的概念 难以有效监控 甚至被指责为绿色洗白 文章指出 全球变暖的紧迫性 需要更直接的解决方案 如替代煤炭和石油发电的可栽生能源或核能 而不是依赖于ESG这种金融构造 随着对ESG投资的失望情绪增长 政府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气候融资责任 市场解决方案在没有官方干预的情况下难以走效 微报 德国总理舒尔茨在瑞士乌克兰峰会前表示 普京的和平计划不严肃 并指出 俄罗斯的要求 乌克兰放弃北约成员资格 并撤离四个被莫斯科声称的乌克兰地区 只是为了转移会议注意力 与此同时 赫尔松地区的居民在俄军的持续攻击下被迫离开家园 乌克兰在基辅设立了第三个支持中心 为流离失所者提供食品包 法律援助和心理支持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 呼吁乌克兰和俄罗斯尽早开始和平谈判 但乌克兰坚称其领土完整不可谈判 此外 乌克兰总统泽·联斯基对中国未参加峰会表示不满 尽管中国外交部否认了帮助莫斯科破坏会议的指控 尽管如此 乌克兰仍在努力争取国际支持 以推动其和平提案 包括要求俄罗斯全面撤军 威廉王子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头角 凯瑟琳王妃也在长期缺席后首次公开露面 威廉在法国参加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 向加拿大退伍军人致敬 并在演讲中强调了加拿大和英国士兵在战斗中的勇气 这次高调的路面表明威廉正在逐步承担未来国王的指责 并且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表现出色 他在中东冲突和袈裟问题上的立场 也显示出他在国际事务中的坚定态度 与此同时 凯瑟琳王妃在宣布自己患癌后 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参加了阅兵仪式 并表示他的治疗进展顺利 他的回归不仅对王室事务具有重要意义 也显示了他对公众的责任和承诺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前往瑞士参加和平峰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通过此次会议 获得更多国际支持 会议在乌克兰战场局势紧张的背景下进行 乌克兰军队在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 面临激烈战斗 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严重破坏了乌克兰的能源网络 泽连斯基希望通过他的十点和平计划 要求俄罗斯撤出所有乌克兰领土 然而 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停火条件 乌克兰放弃北约成员资格并撤军 被乌克兰拒绝 尽管如此 会议仍有助于扩大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 特鲁多将在会议上强调 俄罗斯入侵的人道主义代价 并推动归还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和战俘 GC领导人也在意大利峰会上达成协议 通过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利息担保 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 以支持其战争和重建工作 Yahoo US 报道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 对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和平会议保持低调期待 旨在为乌克兰战争的结束铺设道路 他在接受德国公共广播公司ZDF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个我们在浇灌的外交幼苗 希望它能成长 会议由乌克兰发起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将出席 而俄罗斯未被邀请 舒尔茨在离开意大利南部城市巴黎的三天 GC峰会前发表了讲话 随后他将与其他多国领导人一起参加在卢塞恩附近举行的 瑞士主办的乌克兰和平会议 他希望会议能奠定基础 为未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进一步谈判创造条件 他还呼吁俄罗斯的盟友 包括中国对莫斯科施加影响 但中国也未参加此次会议 南华早报报道 北京对台湾事务的最高官员王沪宁 在厦门举行的年度海峡论坛上表示 中国的统一是不可阻挡的 他在开幕致辞中强调 无论台海局势如何变化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不可否认 北京视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必要时将通过武力实现统一 尽管华盛顿反对任何通过武力夺取台湾的企图 并承诺为其提供武器 但大多数国家 包括美国 都不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 论坛旨在促进与台湾亲北京阵营的交流 与司机有超过7000名台湾代表参加为其一周的50多项活动 尽管台北警告称论坛是统战工具 但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仍拍出由副主席连胜文率领的代表团出席 王沪宁在讲话中呼吁两岸人民坚决反对台独和外部干涉 并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回到正确轨道 连胜文则呼吁减少敌对言论和行为 并强调国民党推动和平共赢合作的立场 在今年的台湾总统和立法选举中 独立倾向的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 这对两岸关系构成了挑战 北京随后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 并对台湾化工出口实施了关税削减措施 论坛还讨论了粗基敏台融合发展的政策 包括在福建建立跨海峡融合发展四点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有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视频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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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